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让我拿到另外一个鸽子窝里面去了 有的鸽友肯定在说红色大鼻子的蛋 红色大鼻子的蛋 它们产下来之后 我是不让它们附蛋的 附的都是假蛋 不想再让它们浴出了 因为这个七星鸽的蛋 给它也不是吻合的 即使它附出来也是没有鸽乳的 马上回头这个还不知道能不能出呢 后期要是不能出的话 还是要放假蛋进去的 我们去看那个小鸽子 后面来看七星鸽的小鸽仔 刚才我拿到这个窝里面来了 这个总鸽一直都是附的是假蛋 所以说那时候日期也是没有记忆的 不能惊扰它们 等一下踩到了吧 因为我这边性鸽棚里面分棚不好分 所以说只能让它们关在一起 产过蛋之后啊 都是让它们附假蛋 这样也会好一点 有的哥友说你要是一直让它喂的话 也伤鸽体 也不知道这一只能不能喂活 心里面没有底 我家里面也有被割乳的 回头晚上的时候吧 如果小鸽子 宿囊里面没有割乳的话 证明它就是没有割乳了 我要给它们补住一点 吓得马上都要凉了小鸽子 不打扰它们 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割乳 好了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